一千斤的白米運到百福國中後 由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陪同學校廚工們 分別用推車運回廚房保存 這是一位住在七度百福社區 不願聚名的善心人士 捐贈一千斤的白米 給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再由楊秀玉轉贈給百福國中 當作學生營養午餐使用 校方非常感謝這份愛心 因為設置在百福國中的中央廚房 可以利用一千斤的白米煮成白飯 供給百福國中 長新國小 以及華新國小三所學校 總共一千一百位師生 吃上十天的份量 也減少經費的支出 很感謝 那我相信這個一千斤的白米 對於我們公立學生來講 我們的有限的經費 透過這個白米的協助 可以讓我們吃得更營養更豐富 所以就像剛剛副議長有講到 我們會在適當的機會 跟學生宣導這種 淫水思源的這種觀念 也希望我們的學生 能夠學習這些善心人士 希望他們以後長大 有機會能夠回饋這個社會 百福國中也回贈感謝狀 由副議長楊秀玉代表收下 楊秀玉更希望學生們 在吃白米飯時 別忘了歷歷皆辛苦 未來有成就時 也要學習這位善心人士 回饋社會 我想今天送的一千斤米 是代表這位善心人士 他跟我說為善是不欲人士 是行善最高的境界 他一直都是秉持這樣子 在服務很多的好朋友 需要幫助的一些相親 或者是我們這些 比較弱勢的家庭 那今天的這個米 藉由今天送這個米 告訴我們這個 我們小朋友還有我們這些學生 我們吃每一粒的米 都要懂得感恩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從這個送米的過程當中 是讓小朋友了解說 我們要學會感恩 我們處理事情 都要懂得飲水誓願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也謝謝我這位好朋友 願意把這千斤的米送到校方 那未來如果學校 有什麼需要協助的地方 我也非常樂意 楊秀玉也特地到 這位不願居民善心人士 所信奉的廟裡面拜拜 祈求神明保佑大家 一切平安順利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